这个小小偷啊真的是偷得没完没了了 这一名才11岁而已的国小生 他骑着偷来的脚踏车跑到大卖场 因为呢这脚踏车没有照明设备 于是呢他又偷了手电筒 没想到就被逮个阵着了 在远景追问之下竟然发现 连小男童现场带的小狗居然也是偷来的 晚间七点多 11岁男童牵着小狗走在前面 后头的国舟生骑着偷来的脚踏车紧跟在后 两个人因为看着脚踏车没有照明设备 想让脏车升级 居然跑到卖场偷了手电筒 却被店员带个正着 远景赶到现场处理 看见脚踏车上还拴着一条小狗不肯跟着走 追问之下 陈兴学童才坦诚小土狗也是偷爆来的 警方只好把人车狗统统带回派出所 不过陈兴学童已经忘记小狗从哪边偷来的 警方向临近派出所查询 都没有人报案失窃 只好将单车案狗狗留至严嫔派出所 而国小生伙同国中生偷东西 被依窃到罪嫌移送少年法庭